1月8号由中国慈善家和微博联合主办的 恒心至善2023年度慈善盛典在北京启目 韩美林 王石 西智农 赵丽娜等 中国工艺各领域的先锋人物 获得中国慈善家2023年度人物 并讲述了各自的工艺故事 在2023年这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给乡村学校建造了4片足球场 然后我和我的团队去到了20所片园地区的学校 我们给孩子们上体育课 教他们踢足球 告诉他们足球的美好 我也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们反复顶嘱 让他们学会感恩 我也希望我去的那些学校的孩子们 能够通过足球学会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懂得感恩的人 雪豹 藏羚羊 滇金丝猴 这些自然精灵的身影 都被野生动物摄影家西智农精准捕捉 追寻野生动物40余年 西智农坚持用镜头帮助更多人了解野生动物 共同推动自然保护 我们知道非洲远野的脚满迁徙的故事 知道北极熊怎么装海豹 知道地企鹅怎么抚育他的孩子 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天津伺候生活在哪 不知道我们藏羚羊是不是迁徙 也更不知道中国有几种犀鸟 有几种蚕碧园 那我想这是我一辈子都做过完的事情 所以我努力在做 做了40年 所以为什么要去做野生动物摄影讯的影音 为什么要培养牧民摄影师 那我都想让中国的野生动物 更多的被看见 被全世界所看见 因为中国有着他野性的一面 充满生机的影音 在今年的年度公益星力量奖项中 除了明星公益 也将电竞公益和体育公益纳入奖项 演员万倩被评为年度公益暖心力量 邓亚平 高敏 隋文静 鲍春来等 四位冠军公益人 获颁体育公益榜样 我觉得公益是一件特别有力量的事情 每次我走到孩子们身边 他们也给到了我很多的力量 去年我去到了华平女高 当我演讲结束 一位女学生跑上来拥抱了我 在我耳边说 姐姐 你加油先跑 我随后就到了 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不断地想起 也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我觉得公益是一件一辈子的事情 我也会一直在路上 17年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也是对小朋友的这一些 有了更多的一些关注 然后后来再偶然的机会 看到了春辉博爱公益组织的一个视频 然后由此我与他们结缘 我觉得比较令人触动的是 春辉博爱公益组织 他们的小伙伴的春辉妈妈们 对孩子们付出的无微不至的爱心 然后对他们的生活起居和他们的身体健康 都做到了很好的一个帮助和一个培养 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动容 对他们这一份尊重和对他们的信任 是促使我一直与他们携手走下去的 一个最大的助力 活动现场 共有30个公益项目 被评为年度优秀项目 20家机构或年度榜样机构 6部聚集或年度优秀传播案例奖 13家企业或年度责任品牌 10位微博博主或年度公益威力量 深圳市或年度慈善城市